据台湾媒体报道 林依侠203年受邀到法国 出席知名国际精品珠宝展 并在微博分享了墨西哥女星 玛丽亚菲利克 把活生生的小鳄鱼撞到罐子里 再请人量身定做出 一模一样的珠宝首饰的故事 留言中赞叹 竟能将现实与想象互相结合 完成了这条链子 每条鳄鱼又可分别做胸针 单独佩戴 这鳄鱼多象征的 此话一出近以来网友强烈的批评 认为林依侠不应该分享 这么残忍的故事 怒斥到底有没有爱心呢 对此 该品牌的公关经理 接受媒体专访之 证实了上述故事是真的 表示 已故的墨西哥影后 玛丽亚菲利克 是重要的代表客户 影后确实在1975年 委托自家品牌 将自己的两条宠物鳄鱼 做成饰品 此事也是该品牌的经典故事 事发后 林依侠拒绝对外做出任何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